一看到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孙晓雅 立法院长韩国瑜立刻上前握手制衣 展现真实风度 示意让孙晓雅先坐下休息 随即又示意陪同接见的副院长 江启臣一同合照 还把C位让给客人 一阵寒暄随即再送上院长专属春联 当作见面礼 韩国瑜大寿英语补充说明 新年快乐的行业 这回接近外宾足足提前将近一小时 就先到立院恭候光临 还特别找来副院长将启臣 先在会客室等着孙晓雅的到来 韩国瑜慎重其事 不止宾客是美国在台协会处长 这也是韩国瑜就任立法院长后的 第一个外宾 现在的韩院长 似乎与先前的韩市长 有着很大的不同 今天我没有知道 我等日本人二宿群 强调自己没迟到 毕竟2019年当时接见日本议员率团访问 竟然迟到了25分钟 被冠上时刻磨的封号 即便隔月再碰面 是否给错会面地点与时间 让来访日团Keep Put 有了先前的经验 这回作为国会外交处女秀 韩国瑜可不能落差 政府外交处处受阻 国会外交就很重要 国会联谊的组织 我觉得立法院多走出去 其实是好的 甚至两岸之间也是这样 如果立法院能够在两岸之间 也做成一个沟通的桥梁 我觉得也很好 与各党互动 到与外宾交流 韩国瑜的一曲一动 都将是瞩目焦点 金新闻行其他马恩凯采访报道 大家进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闻